各大交易所进入清退倒计时 届时可能会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那我们手中的加密货币资产 怎么提现变成法币 车道三前币有路 活能总不能让尿憋死 今天告诉你个小技巧 不需要通过交易所 也能解决出金问题 当然要不要这样操作 还是看个人选择 从现在的消息面来说 货币确定退出大陆市场了 目前已经停止了 新用户注册并停止了 币币交易功能 对身份认证为 中国大陆地区的存量用户 计划于2021年的12月31号前 在保证用户资产的安全前提下 完成有序清退 当然他们会保留提币功能 确保人的资产能够顺利转出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火币CEO李林发自真心 感人肺腑的告别感言 他说没有火币 我们还有币安和OK 话说回来 币安这边之前也发了一个公告 会在12月31号 下架C2C人民币交易群 同时币安他会对平台进行用户清查 若是发现中国大陆地区人户 则会对其账户切换至 只允许期限的模式 用户只能进行期限测单等操作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说 如果说币安没有发现呢 那是不是用户就不用被禁止了 我觉得币安真是玩阅读理解的高手 这个不滑到时候再看他怎么说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声明出来 OK这边就很直接了 他们说他们在2017年的9月份 他们就把业务的重心转到了国际市场 业务早就不在大陆了 继续保持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政策 所以OK这边问题是不大的 就算他们都GG了 还有今天我的出金小技巧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出金出金 要有金层的出 今天视频分为这三个部分 看完一定要订阅加点赞 干货不断 先说底层逻辑 究其根本 这套的出金方案能行 是因为我们每人每年都有5万美金的外汇额度 首先我们需要把加密货币 提到ADV Cash钱包 换成美元 再通过ePay的支付工具 转到国内的银行 钱包和ePay的KYC 使用国内的身份证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护照或者其他的麻烦东西 比如说国外的水电费账单等等 可以说有手就行 既然要用到这两个工具 肯定要用起来放心 睡觉成的安心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ADV Cash和ePay的背景 ADV Cash它是款电子钱包 你可以很轻松的用它来收发加密货币 并让它兑换成美元欧元等货币 这个钱包的用户大多来自欧洲俄罗斯 没有每月的维护费用 跟他们合作的有Nexo Nexo是一款向用户提供 即使加密支持贷款应用程序 而Nexo是这个CE 不会读啊 这个是这个旗下的产品项目 他们是一家抵押贷款机构 而这个产品是一家在欧洲 成立有超过10年的科技金融公司 他们完全符合美国的SEC规范 以及欧盟许多银行的组织规范 再看一下ePay的背景 ePay是中国的一家全球支付的供应商 成立于2014年的3月 注册资金为2亿 总部在中国深圳 业务服务主要包括在线付款 全球收款 充值提现 货币兑换等 说起这两个关系 ePay和ePay合作官宣过两次 在2020年 ePay帮助了ePay 实现了更多法币的兑换 如果你还不放心 更多的背景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进入我们的操作教程 本期视频只是提供教程攻略 看个人选择和实际情况去操作 首先我们要打开ePay的官网 用邮箱注册下的账号 早期呢 他是支持加86手机号注册的 现在的话 如果你收不到验证码的话 可以去某本买一个香港的手机号 注册好以后呢 手机号是几乎用不到的 所以不要嫌麻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把这个邮箱跟谷歌验证器来保存 这个是登录必备要通过的验证 通过邮箱注册好以后呢 手机上面下载一个谷歌身份验证器 这个谷歌身份验证器 有点像我们之前玩游戏的那些将军列 它是一个实时跟进的验证码 手机上面下载个验证器以后 来到官网 我们点左上角这个第三个选项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二次验证 就是把这个谷歌验证添加到手机里面 下次登录的时候呢 需要的验证码就是这个实时更新的码 接着我们可以直接用大陆的身份证 去过身份验证 我们还是点左上角 点第一个选项 会弹出这个页面 会看到有这个手机号和passport的ID选项 我这里是用香港手机号接的验证码 接着呢我们需要验证一下身份 点passport上传一下你的身份证和信息就可以了 填信息的时候呢要用拼音或者英文 不要出现中文就行 传照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规范 就是拍的整齐一点 不要留太多编啊模糊什么的 就可以提交审核了 审核通过以后呢 就可以去充值加密货币到钱包里面 接下来的充值操作 在看视频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后面讲一配注册的时候 再选择充值 不要到时候ADP cash过了审核 一配卡半天 所以看完视频先不要着急 我们继续 我们点crypto saving 测试出境的时候呢 我是充usdt进来的 我们点deposit 点开以后呢 选择这个fromcrypto 点下一步呢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钱包地址 充值的地址是erc20的地址 不要充值错了 所以这里是需要大约25刀的手续费左右的 到视频最后呢 我们再统一算一下呢 扣除了手续费的总费用 小额出的话呢 这个erc20还是蛮贵的 有trc20是最好的 但是它这里暂时还是不支持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交易所提币到ADP cash的钱包里面 我现在这个就是提币成功了 成功以后我们回到crypto saving的界面 点webdraw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usdt在钱包里面换成美元 上面这个选项是提到ADP cash的钱包 输入你刚刚充进来usdt的油 下面这个选高了 然后你的油就会被换成美元 ADP cash的步骤就先到这里 现在是要结合ePay来使用才能提现 我们去把这个ePay注册一下 同样的ePay也是用邮箱注册 使用大陆的身份证就可以通过审核了 审核的身份呢 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天以后 快的话一天 等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谷歌身份验证器的密钥备份一下 等你ePay审核注册好以后 我们先要把美元充到ePay里面 我们点钱包充值 这里选择的币种是美元 付款币种也是美元 国家地区选中国 付款方式是电子钱包 付款渠道这里点ADP cash 输入充值金额以后呢 点下一步 它就会唤醒你的ADP cash钱包 接下来的就是傻瓜式操作了 你一直点下一步 你的邮箱可能会收到邮件 要确认一下体款信价这些都注意一下 你的ADP cash就会提到ePay账户 你的美元就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了 到了ePay以后呢 我们点击汇款 选择多币种汇款 选择收款的币种是人民币 这里选中国大陆 收款方式呢是选国内转账 我测试的时候呢 我选的是银行C2C 转到支付宝里面 到时候你可能会收到短信和支付宝的提侦 要确认一下信息就可以转到银行卡了 所以你点银行转账也是ok的 在编辑里面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就好了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付款信息啊 可以是网上随便找一个 我这里搞了一个越南home迷的信息啊 这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汇款目的我这里选的是生活费 我觉得这个 这合理吗 这很合理 然后点下一步 就可以提到国内了 如果你跟我的操作步骤是一样的 点C2C提到支付宝了 那你就会收到一个短信 会提醒你说是境外汇款 再到支付宝选择一张银行卡收款就可以了 点银行转账的朋友是同意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边是到账了 那整套的出金流程就结束了 其实也不复杂 最后再说一下注意事想 毕竟现在ok和币安都是能出金的 所以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先小额的测试一下 多条路总是没错的 还有几点呢 就是说国内手机号收不到验证码的话 这时候就需要购买一个香港手机号 或者其他手机号 ADVCash和ePay的谷歌验证码的密钥一定要保存好 上传ADVCash个人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填写英文或者拼音 扣了总的手续费呢 我这里也看了一下信息 单笔限额是最低20美金 最高是2800美金 每日每月是没有限额的 但是每个人每年只有5万美金的外汇额度 损耗来说 ADVCash到ePay是有2% ePay提到国内的单笔手续费是10美元 USDT提到ADVCash的ERC20手续费大约是25美金左右 怎么说呢 这个规则是实时变的 自己用的时候可以小镜和测试一下 因为之前ePay也是支持加密货币充值的 现在它是下架了 所以才要走ADVCash提到ePay的步骤 这个大家此时关注起来吧 如果它哪天不行了 我们再找另外一条路子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